到楼层阳台向下俯瞰 高雄市区美景一覽无遗 高雄房市看好 许多人也跟着寒流买房 那前面面的是 25米的林荫大道举光路 看屋的民众一团兼一团 韩国瑜从12月25号就职 仅一个月的时间 高雄房屋移转数 就从2700多栋增加到超过3500间 月涨27.4% 如果和去年同期一月 绿营执政时比较 也增加了40%的房屋移转数量 韩国瑜依旧认高雄的房市热络 还有代销业者趋势若鹜 南下接单 大家看好爱情产业链 高雄前证区2018年 房屋买卖有2231栋 比去年多了60栋 前进区也比去年增加358栋 丽雅区则一年多交易出510栋 这些成长的区域都靠爱河 高雄光2018年房市营收就超过440亿元 年增1.36倍 相较六都有亮眼的表现 东部以北都不太好 中大品数赔钱都非常的惨 都是千万以上的赔钱 所以导致说想投资或是制产的那一组 根本也不敢去制产 六都一年以上的代销屋超过9万多间 光是新北和台中就各超过2万间 占六都32% 其中40瓶以上的中大型住宅就占了63% 只能说这房市一片低迷的状态下 高雄还能逆势成长 看来寒流的加持 高雄可能真的发大财 记者杨世絮 许商方台北报道